在過去的兩個星期 安省有兩名10歲以下 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兒童死亡 專家呼籲家長保持警惕 並且及時為自己的子女接種疫苗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 安省一名4歲以下 和一名10歲以下的兒童感染病毒後死亡 鄂泰華和夏美頓市的兩間兒童醫院 這個星期表示 他們收治了6名12個月以下的嬰兒 這是至今為止非常罕見的現象 安省多間醫院 這個星期發表聯合聲明 鼓勵孕婦接種疫苗 以保護自己和胎兒 初生兒的免疫系統不成熟 更加容易受到傷害 如果母親未接種疫苗 或者以前未感染過病毒 嬰兒也不會得到母體抗體的保護 而5歲以下的兒童 目前未有資格接種疫苗 醫生敦促父母 在監測兒童的症狀時保持警惕 除了常見的類似感冒症狀 應有兒感染病毒的危險信號 還包括紛紛肉碎 脫水 無法用退消藥控制發燒 嘔吐 輻射 呼吸困難等 自從去年11月至今 本國5至11歲兒童 接種了一劑輝瑞疫苗的比例 僅為3.9% 醫生表示 接種率過低 將無法對兒童及其家人提供保護